今天是3月10号 现在是上午的10点23分 我们来看下上午的盘面 A股再次出现了一个跳水 沙跌的动作 那么接下来怎么走 还有市场的焦点重心在那里 其实今天这个 A股开盘是一个弱势的 大家都知道 外围市场影响是比较大 外围市场都是一个下跌的状态 那本身A股在这个位置 就存在一个弱势的调整 在理空的影响下 资金出现一个恐慌的情绪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 其实大家仔细看 昨天在30天线这位置 勉强收了上去 但是我昨天也跟大家说过 这里有点偏弱 偏弱的话 它如果急拉冲高 你要跑路 结果今天直接就低开往下按 那么跟外围市场的 有一定的关系 同样的跟外围的一个信息 影响比较大 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是好事 朋友们注意了 前面在这一轮上涨的过程中 很多人是没吃到肉的 因为这一轮上涨是中枢头拉上去的 所以这里调整越是往下走 你越要注意了 其实越是杀跌 越是机会 给你第一位博弈的机会了 可能很多人说 这个位置还没跌到位 没跌到位是正常的 因为它本身在这个位置 它属于一个中间位 什么是中间位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是30天支撑 这个是60天支撑 对吧 它现在已经跌破了30天 那么在中间位置 所以我们需要等的是什么呢 急跌 盘中如果出现急跌 快刹 刹到下面的60天均价先附近 这个时候就是大家 去加大创位 去低息潜伏的时候了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 要稳住心态 这个时候要注意了 不要轻易的去做空 也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我们需要等的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什么信号呢 说盘中出现急拉 对不对 出现急拉 好你可以选择先跑再接 盘中出现急速跳水 那更好给你一个低位 加仓 一个低位进场的机会 所以这个时候 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好 从整个盘面来看 大家注意 前期我跟大家说过 要看谁的去脸色 看券商 结果大家仔细看 券商已经到了一个什么位置 强支撑位 也就是我们说的60天线附近 所以券商在这个位置 它是存在抽跌反弹的预期的 随时都有可能迎来超跌反弹 那它只要一反弹的话 大盘肯定会往上冲 这个毫无疑问 反冲反弹就要来了 所以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激跌激沙沙的下面的支撑位 就是第一系列机会 那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盘中急拉的时候 你不要去追 这个时候 不管是急 不管是追还是吸 你都要等信号 明显的信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板块的情况 板块今天表现比较好的是谁 汽车服务 华为尔拉 云办公 身份证 这段经济用 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 还是跟科技有关 对不对 说白了 今年的主线 这个方向 你一定要盯紧科技 科技里面 半导题也好 芯片也好 包括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也好 都在轮动 比如说今天比较强势的是谁 大家可以看一下 信创 对吧 表现也不错 信创涨幅不大 但是有三个票涨前的 其实信创的整体走势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属于一个强势周期 震荡走高 这个我说的很清楚 说的很明白 我说你盯紧他 找低位去潜伏 找低位去跟踪 有没有错 没有错 对吧 那我们从信创的走势来看 你看 他是属于一个高位的震荡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高位的震荡 震荡后随时都有可能突破这个高位 那么继续加速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但是信创他也出现明显的分化 对吧 仔细看个股的话 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前排的也多支票大涨 涨停的也有 但是后排的同样也多支票大跌的 连续杀跌的 比如说浪潮信息这种 天意术科这种往下杀的 对不对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高低贴 注意核心品种 调等到位的 我们可以去跟踪 对不对 大家看下今天有两支票涨了20厘米 那说真的 这些涨20厘米的 把握性是很难的 靠运气 就比如说像慧晶 这种话 马上就是靠运气 你昨天不涨 你谁知道他会涨呢 所以说这种的话 完全是属于我们说的什么 赌大小 赌对就对了 赌错就错了 但从整个盘面来看 有一些人气票还是可以跟踪的 可以容易的 比如说像 红酒这种 如果是做超短的朋友们 可能他会说 哎今天出现了一个强势的一个上涨 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说 我去打个板 是吧 去追个板 可以吗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像这种票 本身人气比较旺 那么像今天这种 有一种什么 奇闻 反出反弹的预期 新一轮的反弹 可能就开始了 像这种票 大家可以努力 还比如说像 安硕信息这种 近期 他是找趋势上涨 趋势上涨 但他的强制称位 在里 强制称位 是在这个位置 六神线 所以六神线附近 你可以做低息个做博弈 没有问题吧 所以说 大家在操作上面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控制好节奏 高低切 还有包括前些一些人气票 一些核心票 什么呢 比如说像 英威拓 这个不用我讲 讲得很清楚的 比如说中国长城这种 对不对 他近期的走势 大家看一下 明显的 他是一个趋势上涨 趋势上涨 你看他来个强制称在哪里的 在奥斯汀均加县附近 是吧 奥斯汀均加附近 所以在奥斯汀均加附近 你就可以去做个博弈 不对了 你就吃肉 喝汤 不错了 哪怕你做个止损 亏准也不大 像这种的话 他整体的这个趋势还在 自然的趋势没破 不要急误解 不要担心 对不对 好 信仓的话 是今天盘边表现 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信仓之外 还有谁表现比较好呢 大家仔细看 计算机应用 有多少票的涨停 4个票的涨停 国企改革有4个票的涨停 其实说白了 市场的这个焦点 还是集中在这一块 这一块 但除了这个方向 其他就表现比较差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排 后排跌的比较多的是什么 汽车整车 除位 一体化压柱 建筑材料 这个就跌跌乱七八重了 没有一个明显的大跌的方向 对吧 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 杀跌的一个思路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记住 汽车在这段时间表现 是出现明显的一个移动 但是一移动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的一个销跌的大增 一个利好 但我要告诉大家 汽车在这个位置 它只是超低远反弹 可能好像不是说 汽车会有大行情 我们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位置 你就知道了 汽车会有大行情吗 我们看一下新能车 对吧 其实新能车 它的涨幅在去年前年 这几年已经 涨幅非常大了 这里前两天出去反车反弹 我也跟大家说过 它主要是因为什么 我们这段时间利好加持 就说销量不断的一个爆发 导致的资金的一个移动 但我告诉大家是它调整没结束 如果你真的想要参与的话 你就留意下60天线支撑位 在这个附近 你倒是可以去博弈 可以去跟踪的 整体来看这个位置 后期的话 还是存在一定的反弹的机会 但目前来看 调整仍然没结束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要注意 尤其是追高这一块要小心 并不是没有机会 有机会 低吸 潜伏 这些都是可以的 这是上午的板块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近期的主线品种 比如说中字头 这个是大家最为关注的 那么中字头 这个方向究竟会怎么走 中字头的话 也是出现连续的调整 那么调整 何时才能够抄底 大家看中字头目前是一个震荡走低的过程 但是整体调整并不是说特别的快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是前面这一年上涨的过程中 很多的资金没有反应过来 对吧 多数这些大资金抱团 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分化 就是说大资金获利盘出逃 那么小票的表现不佳 导致这种情况 但我会告诉大家是 中字头走完了没有 中字头肯定还没走完 这里调整后 第一点 大家要注意又可能是新一轮机会 现在是在10线附近 下面还有20线附近 所以你要保护好这些节奏 也就是说在强之称位附近 你去准备做低息 做前伏是没问题的 但是记住盘中 也不要轻的去追高 其实中字头的话 大家仔细看 市场的个股还是比较活跃的 今天有多数票冲高 对吧 包括中国未通 昨天涨停 今天暂时上冲 其实你看一下前排的这些票 是不是都发现个特点了 近期的中字头股票明显的 哪个方向强一点 军工 对吧 就是说中字头叠加军工 这个方向很强 这个也跟我们的近期市场外围环境有点关系 大家都知道外围市场不稳 对不对 然后近期的军工表现比较强 但是从军工的个股看 目前核心就是中国未通 这个是叠加6G的品种 叠加6G的一个热点 近期找出了非常强劲的上升的信号 记住 像这种票 你就留一下支撑位 五物均价线 只要五物均价线 能够守得住 能够稳得住 你可以继续看多 继续看 没有毛病 不要纠结 守不住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考虑出货 落袋为安 整体来看 中国未通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强势的战身周期 还有像一些低位的中兵 中天火箭的中兵火箭的 这些也是走趋势 大家也可以去留一下 第一位的一个什么支撑位 做个潜伏也是可以的 还有就除了军工 另外一个就是科技这一块 比如说前期一直强势大家注意的 什么中国软件 像这种票 大家仔细看 它本身属于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 有没有走吗 并没有走吗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 一定要注意啊 像这种票的话 后期的空间潜力还是有的 但是整体来看 它这个趋势没有坏掉 你不要急拉去冲高 潜伏低息就好 后期调整结束 随时都有可能迎来一个冲高的机会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是中之头前期一些大涨的警防追高去接盘 什么意思啊 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后盘 你就发现 哎 后盘今天有很多票 跌的中铁装配 中国海城这些是不是前期 大涨的这些基建票啊 对不对 那像这些票的话 它前期涨幅比较巨大 这些票调整没到位 你就不要轻易的去接了 你要等它下面的低点附近 你再去低息 这个没有毛病 所以在操作上面 你要注意这个节奏 包括中国海城也是一样的 这些湿度啊 都差不多 中国卫星啊 也是一样的湿度 它前期它涨幅比较大 在高位出现震荡 那么像这种票的话 你也不能再轻易的急拉去催高 你想想你追错了 是不是高位接盘 高位站岗了 我在昨天还跟大家说过警防中枝头的什么 又多啊 急拉又多 然后你就高位接盘 等一下再进入调整 对不对 这个调整周期时间可能就会加大 好 那我们来看 除了这些票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啊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是像通信这一块 比如说定性这种 对吧 盘中急拉冲高 急速往上拉的时候 你也要注意警防高位追啊 像这种票的话 你去追的话 这里跳水是吧 你就套住了 他上去还好 不上去的话 那继续往下跌 你不就高位接盘了吗 像这种票 短期是特别特别要注意的 其实有个好的策略 是什么策略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重要支撑位置前伏去低吸 前期说得很清楚 像这种票的话 重要支撑位置下 你在实现 在实现附近 你就做低吸 做前伏 有没有毛病 没毛病 那接下来 他可能还会原在实现 不断震荡走高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去参与的话 风险是不大的 当然你会追高的话 那当我没说 一旦你追错了 是吧 连续调整后 你就套住了 套住的时候 你受不了 你割肉 割肉就涨了 很多人就这样子的 好 这期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算